路面热气蒸腾 机车驾驶一个个包得四雪人 面对高温飙迫摄氏44度的热浪 越南人不敢掉以轻心 热成这样电扇冷气自然开不停 而庞大的用电量导致当地供电短缺 路灯亮不了 入夜一片黑压压 本来国营电厂最大的装置容量 逼近80百万瓦 尖锋时刻的供电却剩不到一半 连平日的用电需求都无法满足 才刚进入夏天就已供电短缺 除了可能有一亿居民无电可用 在当地设厂的科技业也首当其冲 为此越南政府与中国签订购电协议 这是继2016年后 中国时隔七年再向越南输送电力 制造业盛行 越南用电不能断 数据显示2018到2022年 越南电力需求增加超过25% 是菲律宾的两倍 还是泰国、印尼、马来西亚的三倍之多 这回找来中国生源兽就怕持续缺电 导致关键原物料无法正常出货 恐怕间接引发经济危机 三大西欧网上一报道